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是出身不好 当官都困难 水浒传中 138将的出身决定了他们上梁山的态度 这不仅决定了水泊梁山的走势 也直接决定这些好汉们的个人命运 梁山起义被称作农民起义 但是 138将里面只有一个农民 就是绰号九尾归的陶宗旺 排水泊梁山第七十五位 剩下没有一个农民 陶宗旺 也是第一个死的好汉 在攻打风辣时 为掩护梁山好汉 力挺千金时 英勇殉职 梁山好汉的出身 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朝廷命官行 普豪行 手艺人行 黑社会行 朝廷命官行 朝廷命官行好汉 在梁山好汉 占比将近五分之一 宋江就是典型代表之一 古代常说的官吏 官是有朝廷编制的 而吏是右官直接委任 是专门为官服务的 是没有朝廷编制的 严格来讲 宋江并不属于朝廷命官 解释的小吏 相当于现在的秘书 文案 掩护朝盖等人志取生陈刚一事暴露 勿杀闫婆夕 被迫惹上官司投奔梁山 宋江毕竟是在官场上混过的 当朝廷提到招安时 梁山好汉大力赞成的 几乎都是这种出身的人 都想着 最后还是要归顺于朝廷才是正途 毕竟归顺朝廷的日子才算安稳 还有俸禄肯拿 不用再背着土匪草寇之名度日 黑社会行 所谓的黑社会行 都是当时已经在黑道 困得不错的一些山大王 已经各自占有一个山头 只是因为各自山头的战斗力太弱 才有了三山巨异 最后都靠向梁山一个大山头来打天下 黑社会行好汉潜意识里是反对朝安的 首先他们逍遥自在惯了 不想过体制内生活被约束 更重要的是 以前他们都和政府打过交道 都是和政府对了干的一伙人 对政府并无好感 但是这伙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讲义气 当宋江说归顺朝廷时也便跟着去了 但是他们无一例外 没有一个是好下场 争方落实全部殉职的 黑社会行好汉注定成为炮灰 因为他们和朝安里的统治积极利益方向是不已适的 土豪行刀书认为 他们是罪冤的 本来各个家财万贯 几一遇时 却被梁山盯上其风后家产 被梁山陷害的欺离子散 家破人亡 没有办法才被破上了梁山 所以一有朝安的机会 便巴不得摆脱这种土匪的日子 过回正常合法的生活 与其林卢俊逸 小玄风拆尽 铺天凋理应便是典型代表 但是土豪行好汉和官府类型的还不太一样 他们并不恋战权威 只想过会逍遥自在的大财主生活 所以这个类型的好汉 只要不太执迷于功名利禄 一般都得了善种 手艺行也就是中下层劳动人民 这类型好汉 占据了一百丹八将的绝大部分 如正天寿银将 孟康 造船 侯剑采访 汤笼 铁匠 骁让字画 造假 金大千诗匠 林阵做火药 盗权 郎中 奖进会计等 这类人都是凭借这些小手艺混饭吃的 可是不足以能够让他们有更好一点的生活 有的生活过得甚是艰难 他们上梁山只是为了能改善一下生活 能安安稳稳的在梁山定居 他们没有什么主见 离开梁山 便又过会以前艰苦的生活 所以 昭安时也只能跟随宋江 注定下场比较惨 所以 是那安血水浒赚石 其实早就按照出身阶级安排好了所有好汉的最终去向 不难看出 在小说中出身不好的都当了炮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取消灭系